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 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声称 民主党如果替换拜登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是非法的 这一说法在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接替他的几个小时前提出 Johnson在ABC和CNN的节目中重复了这一观点 并警告说民主党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 然而 选举法专家Rick哈森表示 这种说法缺乏法律依据 并认为民主党可以合法地提出另一个候选人 共和党和相关团体可能会在多个州对此提出诉讼 这一争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后迅速升温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已经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政坛近期的一场重大风波 这是由Yohu!US发布的一篇文章引发的 文章报道了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 在接受ABC本周节目采访时的言论 他声称 如果民主党替换现任总统乔 拜登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这将是非法的 这番言论是在拜登正式宣布 退出竞选的几个小时之前发表的 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在宣布退出竞选的同时 表示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接替他的竞选职位 并承诺会继续履行剩余的总统任期 Johnson则认为 如果民主党试图替换拜登 将面临严重的法律障碍 在分析这场政治风波之前 让我们先详细回顾 以下事件的具体内容 Johnson在采访中提到 一些州的规定要求提名过程 必须遵循特定程序 否则将面临法律挑战 尽管他并未明确指出哪些州 但他的言论似乎暗指一些选举法 更为严格的州 例如俄亥俄州 最近就修改了一项法律 该法要求各党派必须在选举前 90天确定正式提名人 尽管新法律将于9月1日生效 但这并未消除Johnson 对民主党替换拜登的质疑 拜登的突然退出 确实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特别是在共和党方面 Johnson在拜登宣布退出后 呼吁他立即辞职 然而选举法专家和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教授Rick Carson 则持不同观点 他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指出 民主党实际上是可以合法提名 另一位候选人的 因为各州通常会指向 主要党派的提名人 作为选票上的名字 这一观点 与Johnson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了Johnson的个人观点 共和党及其相关团体 如传统基金会 也在考虑对民主党提名人 提出法律挑战 传统基金会 在早前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 一些州的选前诉讼 将使得替换拜登 变得更加复杂 这一前景 显然为共和党的法律战 提供了潜在的依据 那么 这场风波的背景是什么 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拜登的决定 拜登在宣布 退出竞选的声明中提到 他认为是时候让新一代领导人接棒 并表示自己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 直到任期结束 拜登的这一举措 可能是出于身体健康 或政治策略考虑 但无疑在民主党内部 引发了连锁反应 从共和党角度看 Johnson的言论 是对民主党的一次政治攻击 一方面 Johnson的言论指在 质疑民主党的合法性和透明度 试图在选民中制造不信任感 另一方面 这也反映了共和党在2024年 大选前的紧张局势 特别是在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获得提名的背景下 特朗普曾因虚假的选民 欺诈指控和煽动国会暴动 而备受争议 但在共和党内 仍然有着广泛的支持 从法律角度来看 Johnson的言论是否站得住脚 我们需要仔细审视 相关法律规定 各州的选举法确实存在差异 一些州可能有更严格的提名程序 然而 总体而言 美国选举法 给予主要政党相对较大的灵活性 以应对候选人突然退出的情况 Rick Hudson教授的观点指出 民主党完全有合法途径 提出替换候选人 这为民主党提供了法律保障 从民主党内的反应来看 拜登的退出和支持哈里斯的决定 可能会带来党内的重新整合 哈里斯的作为副总统有一定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 但他能否迅速赢得党内广泛支持仍是一个未知数 此外 民主党内部可能还会出现其他强有力的竞争者 这将进一步增加党内的复杂性 从选民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无疑增加了大选的不确定性 选民们需要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重大变化 并重新评估他们的投票选择 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法律战 也可能影响选民的信任和投票热情 综上所述 这场风波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治斗争 更是美国政治生态的一次深刻反应 它揭示了两党间的深层次分歧 和美国选举制度的复杂性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一事件都将对2024年总统大选产生深远影响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 并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分析和报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Mike Johnson在ABC的本周节目和CNN的国情咨文 节目中表示 民主党替换桥拜登 作为假定提名人将是非法的 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他声称 一些州的法律将阻止民主党 在选票上放置另一位候选人来取代拜登 这些言论是在拜登宣布退出竞选 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接替他的几个小时前发表的 Johnson的言论 引发了关于选举法和政党提名程序的讨论 选举法专家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Rick Housen反驳了Johnson的说法 表示没有理由认为 民主党不能合法地提出另一个候选人 Housen指出 各州通常在选票上列出主要政党的提名人 而不是特定的个人 因此 如果拜登退出竞选 民主党可以合法地替换他 并提交新的提名人 Johnson的言论 可能是指 一些州的具体法律 例如俄亥俄州的法律 要求各党派在选举前90天 选出正式提名人 然而 这项法律已经在9月1日修改 使得俄亥俄州允许民主党在全国代表大会后提交他们的提名人 尽管如此 共和党和相关团体如传统基金会可能仍会在多个州对民主党的提名人提出法律挑战 传统基金会的备忘录指出 在一些州存在 选前诉讼的潜力 这将使得替换拜登在选票上变得困难 Johnson的评论 发生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的几天 该会议正式提名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作为共和党候选人 特朗普曾领导了一场虚假的选民欺诈运动 并只是追随者在国会大厦暴动 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 在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后 Johnson呼吁拜登立即辞职 并声称民主党强迫拜登退出选票 这些言论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的高度激化 和两党之间的深刻分歧 尽管Johnson的说法引发了争议 但选举法专家的意见显示 民主党可以合法地替换提名人 这表明Johnson的法律观点可能并不完全正确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首先Johnson的声明简直荒唐 即便是个小学生也知道 法律是由法庭解释的 而不是一位众议院议长说了算 如果民主党要替换候选人 他们是完全有权这么做的 总不能说换个人竞选也得群众投票吧 那岂不是太随便了 楚天书 你是不是少读了两本法律书 Johnson可不是随便说说 他提到了一些州的法律规定 这不是随口胡州 俄亥俄州那边可是有实实在在的法律条文 要在选前90天内确定候选人的 如果这样 民主党临时换人 恐怕真的会有法律问题哦 谢琪琪 说到俄亥俄州 我们的看看历史 历史上 这种临时换人也不是没发生过 比如1972年 乔治·麦格文的副总统候选人 Thomas Eagleton 因为健康问题退出 麦格文立刻换上Sergeant Shriver 当时可没谁跳出来说这是非法的 历史告诉我们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被接受 楚天书 你这举例子就像用牛奶解释奶酪一样 那次是副总统候选人 不是一个整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可是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决策 不是你家换灯泡那么简单 再说了 那时候的法律和现在的法律可不一样 时代在变 法律也在变 谢琪琪 我这可是有根有据的论点 就算法律有所变化 但核心理念不变 那就是民主程序和选民的选择 而且 UCLA的Rick Hudson教授也说了 没有理由认为民主党不能合法地提出另一个人选 难道你要说一位大学教授的法律见解 不如一位政客的随口说法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说话也太偏激了 Rick Hudson教授的见解当然值得尊重 但法律解释最终还是法院说了算 再说了 这可是选举 不是大学课堂上的讨论 你要是真觉得民主党换人没问题 那不妨等着看那些共和党律师们怎么挑战吧 到时候 法院会给我们最终答案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